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疾病与健康 这是每个人迟早会面对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 疾病到底是什么 一切疾病都起源于精神层面 除了这个人人都能看得见的物质身体 我们也还有一个情绪体 一个心智体 一个灵性体 疾病一般起始于情绪体 它在物质里表现为有某些预色物 通常是心智体上的一些信念 造成了情绪的预色 最后会表现为疾病 这里说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 或思维习惯 一般是那些关乎你自己 对与错的信念 而评判则会真正的 在我们的情绪能量系统中 制造淤堵 淤堵出现的地方 就是情绪能量 无法自由流动的地方 在它显现为疾病之前 你还有足够多的机会 可以将自己转化到一个情绪平衡的状态 一般来说 你的情绪会告诉你 你的情绪能量被压抑住了 需要表达和释放 当你注意到这些信息 并尊重它 改善压抑 那这些语读 就会慢慢被释放掉 比如 每次当你不得不做某事时 你都感到烦躁和愤怒 如果你去细致地体察这些情绪 那么你就会发现 它在告诉你 你正在强迫自己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然而 如果你总是忽略自己的愤怒 强迫自己去做那些 令自己不快乐的事情 自欺欺人 那么这种情绪就被卡住了 它会逐渐在身体里形成累积 最终形成病症 压抑的情绪会希望得到释放 一旦它开始在肉体中表达自己 疾病就出现了 因此每种疾病 都指向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的 内在的情绪问题 而身体上的症状式情绪问题 能够在另一个层面上为你所见 这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接触到这些瘀毒 从这个意义上说 病症的症状或者疼痛都是灵魂的语言 灵魂渴望与自己的内部充分交流 当你体内的情绪 与个人意愿能够自由地流动时 灵魂就是快乐的 反之 当你的情绪与个人意愿 无法得到释放和表达时 瘀毒就出现了 灵魂在痛苦 因此疾病有着提示的作用 它向你指出那些需要疗愈的地方 尽管你被各种症状和疼痛所困扰 看起来是负面的 但我们应该把疾病看成一个讯息或者指示 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与疾病合作 而不是抗拒它了 如果你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那么灵魂会通过很多种方式与我们交流 它最喜欢透过直觉 对你讲话 包括微妙的情绪 预感 以及内在的声音等等 如果这种方式无法奏效 你就会被情绪所警告 情绪大声地讲话 他们会明白 无误地告诉你 你必须审视自己的内心 找到激起情绪 反应的原因 任何时候 你只要被情绪严重地困扰了 你都要找到它的原因和含义 只要你平静下来仔细倾听 灵魂就会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抵抗或者否认自己的情绪 灵魂就将通过身体来和你对话 身体是有智慧的 它不仅会对其吸收的物质 如食物和水 做出高敏度感的回应 也会对你的情绪感觉和思想 做出同样敏感的回应 身体 本是我们与灵魂之间的交流工具 它不只是供我们居住的躯壳 它还拥有一套充满智慧的系统 可以帮助灵魂 表达和了解自身的问题 所以了解疾病 是一个内在探索的旅程 那么当灵魂以疾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时 我们该怎样才能明白它的语言呢 疾病显现的时候 你可能并不知道它在向你传递什么信息 事实上 因为你否认情绪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疾病要告诉你的 确实不是显而易见的了 了解疾病的精神含义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探索内在的旅程 借此你可以逐步恢复与灵魂的沟通 为了踏上这段探索之旅 首先你必须接受自己的病患 通常你对于疾病的最初反应是否定和抗拒的 由于疾病让你害怕 所以你希望它消失的越快越好 你害怕衰弱 缺陷和最终的死亡 一旦身体衰弱或患病了 恐慌便会紧紧的抓住了你 这妨碍 你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去看疾病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另一种光 看成是一个改变的信号 或者是看成一个去取回丢失的珍贵礼物的邀请 真正的问题不是疾病本身 而是它所揭示出来的内在的淤堵 当你直面疾病 用你的心和灵魂去接受它 愿意倾听灵魂的声音 你就已经消除了部分的预测 虽然你还未精确地知道疾病究竟要告诉你什么 通过你踏上这段内在旅程的意愿 耐心和决心 有一部分沟通已经重新建立了 然而 接受和拥抱疾病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你可能发现自己对它会产生排斥 愤怒或绝望的情绪 因此你无法听见疾病告诉了你什么 你对自己足够宽容和温和吗 你能真正地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所需吗 疾病通常会带来这些问题 而面对和接受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情绪 也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要真正地开始治疗 你必须全然地接受疼痛 不适 焦虑 愤怒和安全感的缺失 你必须看着它 对它友好 向它伸出你的双手 它是来寻求你的疗愈的 疾病不是必须要尽快除掉的东西 它在此刻来到你的生活里 绝非偶然 如果你忽略身体的语言 一直抗拒疾病 你将很难明白疾病的精神本质和意义 因为有太多的愤怒和恐惧围绕着它 只有当你能够面对疾病 面对疼痛和不适 面对你的恐惧和厌恶 你才真正达到了内在的自由 拥抱它们吧 然后心平气和地问 你们想告诉我们什么 疾病代表了阻塞的情绪 其中的一部分情绪 超出了你们的意识范畴 因此 理解疾病或症状所表示的含义 并不总是容易的 需要深入人心 彻底地审视自己 逐渐了解它想要告诉你什么 恢复与身体的密切关系是需要练习的 它不会自动出现 所以也别轻易放弃 当你没完没了地抱怨时 试着再次审视这些抱怨吧 放松一会儿 然后用平衡的念头 扫过身体疾病的地方 请求病通 以一个活的生命体的形式出现 以便你能跟它交谈 请求它显现为一个动物 孩子或人的模样 或是请求它显现为一个职业 无论以什么形态 运用你的想象吧 想象力是一个珍贵的工具 它可以发现灵魂里最深的阵产 如果你这样做了 当身体以图像或感觉来回答你时 你会为那势而复得的亲密关系而感到幸福 身体对你讲话了 它恢复了交流者的角色 这真的是一个突破 一旦你知道你可以从内在了解自己的身体 并且只有你才能这样做时 你会更加的自信 而自信又会使你更容易领悟疾病的语言 它也能令你在收到内在答案时 不会因其不符合社会的普遍观念而推开它 在任何情况下 与自己的身体保持亲密 都是非常可贵的 尤其是在生病或者苦恼之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让身体讲话的途径是爱 关键是要逐步理解疾病的意义 只有理解它 它才会转变 情绪预色才可以消除 这就是治疗过程的运行机理 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 与疾病抗争 而是像朋友一样接纳它 因为它想给你指出正确的方向 疾病给你带来了恐慌和苦恼 虽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是顺着去接受与理解疾病 才是治疗的真正途径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让大家正确认识疾病 接纳出现在你身上的疾病 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对疾病的看法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